如果我说曹植和嫂子真妇有点关系 她会不会在自己的墓里蹦出来 呼我俩大耳瓜子 这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山东东阿曹植墓 曹植的嫂子真妻最开始是袁绍的儿子 袁熙的夫人 但是建安九年曹操攻破叶城 真妻正好在叶城 于是就被曹丕所纳 黄初二年就把真妻给赐死了 黄初三年曹植被封眷城王 在归途的时候 她就做下了洛神妇 而真妻并没有任何的名字 她就叫真妻 这在史料中很常见 比如秦省王的母亲就叫赵妻 真妇这个名字严格的来说 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 而关于洛神妇是不是写真妇的 不仅是现在有争议 从古代就已经有了